凭借在癌症免疫方面的贡献,日本经德大学教授本树佑与他的美国同堂杰姆斯·埃利森,10月1日分享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获医学奖。 本世纪以来,算上少数后来取得美国国籍的日本科学家,获诺奖的日本科学家已有18人,相当于每年诞生一位诺奖得主。 2001年,日本出台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,该计划雄心勃勃地表示,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,按照目前的情况推算,日本这项诺奖计划有可能成为现实。 据悉,本树佑系第26位,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,也是第5位获得生理学获医学奖的日本人。 现年76岁的本树佑,为癌症造新药,做出了写著的贡献。 他在自己的实验室中得知了自己获奖的消息,新华社提为,又与日本人获诺奖说明什么,的报道分析。 习惯日本不难发现,日本人连年斩获诺奖,离不开日本对基础研究长期稳定的支持,长存的危机意识,以及对培养年轻科研人才的重视,日本人为何能频频获得诺贝尔奖? 除了科学家善于自我反省和兴奋工作之外,日本的科研环境、评价机制以及经费保障等因素都功不可没。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,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,大多有着相对美好的童年。 喜欢亲近自然,探索自然,喜欢阅读,善于阅读。 而且父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,扮演了重要的启蒙和一道角色,在接受学校教育过程中,这些获奖者无一力,未必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,保持了对外知识界的好奇心,有优秀教师的引领和指导。 得到了宽松而自由的学术政策的支持,并受益于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。 比如,新晋诺奖的主本术友,之前在获得国际科学、大奖京都奖基础科学奖项时曾说, 做研究不仅仅要埋头苦度,要通过好奇心来自我驱动,且要有勇气面对挑战,在我看来,这才是科学的起点。 明晓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《日本诺奖》背后的三个教育启示,期待能带着家长朋友们一些思考和启迪。 一接触自然,萌生好奇心,一个人在幼年时通过接触大自然,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兴趣和欲望,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,是通往产生一代科学智奖的路。 从小体弱多病的大于两点非常喜欢自然,采集昆虫是一大爱好,它还是小学科学教材的编撰者。 在它看来,让小孩子们爱上自然,爱上科学,对世界帮有宝贵的好奇心,是一切的起点。 它小时候热衷于飞机模型,半导体收音机的制作,夏天喜欢在小河里捞鱼,捕烟火虫,采集昆虫,手持网子在野外里走就是一天,采柱子,野芹菜,木通,羊没有,野草莓,都能够近距离感受自然的四季变迁。 抬头看见满片的星星,可以很容易辨认出星座,沿河像地上的河流,一样奔腾,这些当时都没有想过。 但今天作为自然科学专业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者,这样的体验,也许就是一切的原点吧。 2008年,诺贝尔化学奖获得着夏春秋,谈及自己为何走上科学之路时,说,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。 只是想弄明白谁母为什么会发光,应该说,对大自然和周围世界,保持一颗好奇心,是引领诺贝尔奖获得者走进科研世界的直接原因。 1973年,诺贝尔窝里奖获得者将其淋于那游子感悟,一个人在右面时通过接触大自然,蒙生出最初的,天真的探究兴趣和欲望。 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,是通往产生一代科学巨匠的路,理应无比真实,精心培育,不断机率和呵护,从多维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,我们也能看到他们亲近自然,观察自然的经历。 对2002年诺贝尔务里奖得住小蔡昌俊来说,他最难忘的就是小时候,在学校后山,与同学追逐赛跑,把农家蔬菜,肆意玩耍的那段时光。 虽然日本属于岛国,地理条件有诸多不利因素,但日本人往往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怀有一种亲近感,自豪感,对各种自然现象也比较敏感。 这不仅反映到日常民族之中,也反映在日本的文学艺术之中,熟川端康城的雪国等小说,日本的学校教育也很重视让儿童亲近自然,很多幼儿园和中小学会结合地理条件,因地之一地保留了当地的自然特色,而在阅读中引领成长,从起为获奖者的言谈和著述中,明显可以感觉到阅读,对于他们成长的重要意义。 其中几位更是因为阅读而坚定了人生方向,小柴昌志在《我不是好学生》一书中坦传,上小学时班主任金子英夫送他一本书《大因斯坦著的物理学》是怎样产生的,是他对物理产生极大兴趣,并最终走上物理研究之路。 1981年,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福景千一在职员教育中写道,在我的整个初衷,高中时代,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法布尔,他与我可以称为心灵知识,对我的人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 1994年,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《大将剑三郎》从小就有超熟的习惯,他在书中坦承,为了读书写效很多笔记,并且持续这种读书方式,成就了今天在此处的我。 3. 注重培养孩子自立精神,如果说阅读是诺贝尔获奖者之所以成功的内在因素,那么良好的家庭教育,则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。 2001年,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也一两只表示,他之所以立志研究化学,就是父亲的影响。 12岁时,父亲带他参加了一家公司的新产品展示会,新发布的一种从水、空气和煤中结练的黄色尼龙丝,让他觉得化学实在是太神奇了。 从那以后,他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化学。 父亲千一受父亲影响养成了刻苦读书,情欲思考的习惯。 他在书中写道,至于学习,父母倒是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,一次也没有讲过要好好念书之类的话。 但是,我家却经常笼罩着令孩子不由自主的想去学习的严肃气氛。 与中国一样,日等历来重视家庭教育,但值得警惕的是, 现在不少中国家庭的教育观念在退化,过于侧重对孩子物质上了满足,或包办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大小事宜。 孩子也常理所当然地认为,父母的财产将来悉数归自己所有。 日本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问题,但社会风气和传统价值观还是促使家庭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精神。 从小灌树不依靠父母的理念。 日本学生考上大学后,学费由父母负责,但学费之外的生活费要靠自己打工赚取,否则会受到同学和社会耻笑。 小柴长日考上东京大学后,第一学期物理权班级倒数第一,就是过度做家教的结果。 日本人的教育方式值得我们深思,除了教育体制和科研环境,家庭教育也十分重要。 诺贝尔奖的含金量无庸置疑,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长经历,也就是给我们上了一课。 也许我们仍有差距,但这也是可进步的空间。 教育,从现在抓起,愿每个孩子,都能成为家长心中的诺贝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